主料,三黄鸡一汁,干香菇10多,白果20个,辅料,油,盐2茶匙,料酒一大勺,老抽二勺,葱姜,干红辣椒一个,花椒若干,白糖两勺,鸡精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将白果外壳去除,煮熟后,备用,干香菇洗净,冷水泡发,待用, 三黄鸡去除内脏,清洗干净,多小块,锅中煮入水,倒入鸡块,小火煮开,飞水,将鸡块捞出,锅一遍清水,备用,另击六锅,五成鱼热,放入花椒和干红辣椒粒,小火点出香味,取出花椒粒器用,留下干红辣椒粒,倒入飞水的鸡块,姜片,大火翻炒,倒入料酒,去腥, 倒入老抽,上产,加适量的热水,以没过鸡块而已,加香菇,葱段,大火烧开转中小火,烧至三十分钟,倒入白果,盖锅,中火烧五分钟,加白糖,盐,挤清调味,收纸,即可出锅,烹饪技巧, 白果取出的方法,先用手骨抑好白果,用到被敲有愣的地方,敲开一小口后,烧热锅中煮十分钟左右,取出放冷水中冷却,顺着开口处就能轻松的将外壳去除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